第二屆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 吸引许多大专院校的青少年报名 今年参加的28名参赛者 杯着重达10公斤的三太子 在29天之内用双脚走遍的台湾 而这些参赛者的家人呢 看到孩子完成比赛都开心拉炮庆祝 第二屆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 在两排战鼓的迎接声中 28位参赛选手抵达台中市大雅区的终点 完成29天扛着三太子 走遍台湾的壮举 徒步走完一千多公里的路程 每位选手晒得有黑 年纪最轻的参赛者 是只有13岁的许展新 练田径的他总是独自跑步 借由环岛的经验 学到团队合作的重要 之前是跑田径的 这样子参加这个环台赛 让你学到什么 就让我学到 不只自己厉害而已 其他人还是也很厉害的 参赛选手当中有六名女学生 不畏毒辣的太阳 与千里的路程 靠毅力走完全程 就是为了用双脚认识台湾 联合报林佩军台中报导